大家好,我是刘宏云 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偏头疼怎么来治疗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偏头疼的人特别多 包括我公司的同事 好多都说偏头疼 然后让我帮着扎扎针 那偏头疼从我们这个针灸学这个角度来说啊 它属于少阳经 归少阳经所属 所以呢 我们治疗这个偏头疼 因为我个人临床上就是 治疗的时候呢 我特别喜欢把这个 艾灸和我们的这个刺络放血和针灸放在一起结合使用 效果会特别好 就是有些时候呢 就是好多人就有一个误区 就好像是我是学针灸的 然后呢不管什么病 你来吧 来我给你扎针 就是扎针 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不太好 就是我们中医有很多的疗法 每一种疗法各有它的特色和它所擅长治疗的方面 所以临床使用的时候 你一定要根据这个病症 然后进行综合分析 然后呢 选 嗯 所对应的 所适用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器 例如病在血的时候 你光扎针去调精调气 它是没有用的 你如果就是我们 就是例如说 这个脚踝扭伤 我们经常说小结穴一针特别灵 但是呢 那如果是伤了骨头呢 那你小结穴它也不灵了呀 对不对 那时候你就必须要挣骨了呀 所以呢 就是每一种疗法 既然给我这么多的疗法 我们就说 扁针灸药 按桥导引 你看给这么多的疗法呢 每一个都有它特长的 所以临床使用的时候 一定 这个病适合用哪一种方法 我们就用哪一种方法 而不是说 就是 我是挣骨的 什么我都要给你挣骨 我是搞退囊的 来吧给你退囊 然后针灸的 我就是得扎针 不是那样的 那我呢 就是喜欢呢 就是把刺血和我们的针灸 就结合使用 首先 我一般治疗偏头疼 首先第一个啊 我们 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太阳穴刺血 那我们这个 在太阳穴刺血呢 它不是说单纯的治疗这个偏头疼 首先太阳穴刺血 它可以治疗全头疼 尤其是九年头疼 也就是你动不动就头疼 头疼好多年了 像这个在太阳穴刺血 效果特别好 还有一个就是 太阳穴刺血可以降血压 你血压特别高的时候 太阳穴刺血很快 那个血压就可以降下来 这是第一个 你可以结合使用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针灸 我们针哪呢 第一个 我们针侧三里 侧下三里 这两个呢 它是一组 导马针 然后再扎我们的 七里 和九里 七里 九里呢 它俩又是一组 导马针 也就是说 临床使用的时候 都是它俩 都是两针齐用 这俩也是两针齐用 那我们呢 侧三里 侧下三里呢 我经常说 它俩是一组 特别专一的穴位 为什么呢 一般呢 这个导马针呢 它都会血 致症很多 然后呢 侧三里和侧下三里 这两针呢 书上写的就致什么 一个是牙疼 一个是面瘫 但是实际在临床中 你就会发现 这两针呢 它治疗我们的偏头疼 效果极好 你看我们的侧三里 侧下三里 它呢 它既不在我们的胃经线上 它也不在我们的这个胆经线上 它属于两经之间的夹穴 那我们董事齐学里 就一再强调了 说两经之间的夹穴 一般都擅长治疗 两经的病变 那我们的这个偏头疼呢 和我们少阳经 关系最为密切 所以呢 而且它止疼的效果比较好 而还有一点就是 一般身体侧面的穴位 都比较擅长治疗身体侧面的疾病 所以呢 用这两针侧三里 侧下三里 治疗偏头疼 效果极好 然后呢 我再配上七里九里 那我们呢 九里血 和我们传统的风势 位置相符 但是呢 区别呢 这个九里竞争的时候 必须要增加低谷 那关于这个九里的 这个你看它那个治症 写了一大堆 你我们不可能现在 再像这个 就是十几岁二十岁的孩子 那样去学针灸的时候 再去背这个穴位去 背它的这个主治去 所以呢 一般呢 我们只要记住它的功效 就行了 那九里呢 七里是作为九里的 导马针来使用的 功效一样 那我们九里最主要的功效呢 我总结了六个字 就是去风 然后 镇定 还有一个镇痛 也就是说 你在临床使用的时候 你看看你这个病 是不是需要这个 去风镇定镇痛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上九里 然后再加上七里 做导马 效果会更好 那我们九里 这不是我们胆经 和我们风势位置相符吗 为什么它治 治这个偏头疼啊 治失眠 效果特别好 你看我们那个胆经 在我们头部 在我们头部的 是不是经络线最长 血位最多 你看它在耳朵 这绕来绕去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用侧三里 侧下三里 然后七里 九里 作为两组织 来治疗偏头疼 效果极好 而且呢 董工也明显说了 九里血呢 擅长治疗身体侧面的疾病 尤其是痛症 尤其是胆经线上的一些痛症 所以呢 大家可以试一试 这两组血 确实临床效果极好 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试操一遍 看看这两组针 是怎么进针的 我们的这个 侧三里血呢 它是在你的这个 你其实就是足三里 旁开五 旁开五分 你看这是毒鼻 毒鼻下三寸 它的三寸在这 看下三寸在这 然后呢 颈鼓旁开一横指 也就是说这是足三里 足三里再旁开五分 哎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侧三里 从我们的侧三里 直下两寸 就是我们的侧下三里 你看它的两寸 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侧下三里 我们呢 这个中九里取血呢 就是大腿 你看从这 然后到这 它的大腿 然后正中线的正中点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进针的时候呢 一般呢 都是用七五的针进针 这一针下去呢 要求针尖必须要抵到骨头上 你看 这扎不下去了 针尖已经抵到骨头上 然后行针 针感呢 还是比较强的 这是我们的中九里 中九里呢 再下两寸 这个位置 因为它个子比较高 再下两寸 也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七里 同样我们七里 也要求必须增加底骨 这两针 针感都比较强 那如果是九年的偏头疼 也就是疼的年数很长了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加一个配血 加哪个血呢 加肾关 我们的肾关穴呢 也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的 你看上来 这有个窝 这是我们的阴宁拳 然后呢 在我们的阴宁拳 下1.5寸 它的1.5寸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针刺的时候呢 两种刺法 一种呢 是往我们的邵阳经 这个方向 之刺 另外一种呢 假如说它是躺着的 我们调脏腑病的时候 可以冲着后面 冲着我们的 肾经的这个方向 也就是这个方向 精英刺 这是一针透三晶 干脾肾同补 冲着我们邵阳的方向 直刺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肾关穴 阴宁拳 下1.5寸处 那如果是这个 特别严重的偏头疼呢 我们可以呢 配合在这个四花中外刺血 那四花中外刺血呢 痰瘀病治 特别擅长治疗这个 久治不遇的疾病 和一些疑难杂症 就是你刺血的时候 你可以配上四花中外 我们呢 四花中外呢 一般呢 临床上我们刺血 用的特别多 因为它 擅长治疗这个 久治不遇的疾病 和一些疑难杂症 所以呢 被称为 董事的万能刺血区 你看这个 它在这个西眼 西眼下三寸 这是我们四花上 四花上呢 再下四寸半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的四花中 从四花中呢 你再旁开1.5寸 这就是四花中外 那这是我们的颈骨 刺血的时候呢 不宜离颈骨太近 也就是说 我们刺的时候 刺血不是在这两个血微点上刺血 是在这个区域内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内 然后找青筋落脉 刺血就可以了 今天呢 关于这个偏头疼的分享呢 我们就到这里